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劫难 但是有些生肖每次大劫之后都会必有后福 今天小编就从生肖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下 哪些生肖的人大劫已过 12月开始桃花事业两相旺 财运旺盛 喜事多多的几大生肖 一起来看看吧 生肖兔兔年出生的人 头脑聪明 乐观积极 他们不爱被约束 喜欢交际 人缘好 去哪都能交到朋友 生肖兔因其命宫中有天喜贵人相助 12月开始桃花开 横财来 好事成双 可谓运势极佳 不仅八方贵人送财来 生活中还会有喜事不断 家运持续走高 生活和和美美 从此走上行大运的好道路 开启属于自己的富裕喜乐的生活 生肖兔为人老实 不会有很多的外心思 所以好运自然帮助生肖兔的朋友日日攀升 而且生肖兔的朋友12月的时候经常有喜鹊叫门 让你的生活开始逐步的上升 生肖兔的朋友会在12月当中遇见不少的喜事 让你真的是又惊又喜 每天打开窗户都是明媚的阳光照进你的心房 生肖兔的人 性格很乐观 他们在人际交往中 能够轻易交到很多知心朋友 做起事情来也大方得体 今年冬天 已婚的生肖兔还能有望得到观音送子喜事上门 天丁生子 喜得贵子贵气十足 生肖兔的朋友们同时又有贵人心镇守庇佑 财运旺盛无比 只要生肖兔的朋友能把握住今年年底的好运势 就会赚得盆满钵满笑开怀 生肖龙属龙人命中自带贵气 做事非常积极主动 做人八面玲珑 因此他们的财运一直都不差 只是到了12月开始之后 会有命中的三合贵人出现 并且由于这个贵人的指点 属龙人的事业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巅峰 从此事业大发 日进斗金 并且12月份他们所有劫难都已过 日后桃花财运两相望 注定富贵不缺钱 属龙人聪明过人 有发现商机的眼光 他们志向高远 天生福泽身后 捞金能力特别强 属龙人命中有子的吉星进入 富贵花开 抱喜鸟来 今年财风力达 喜事多多 他们有财心相助 财运势旺盛备质 贵人来 好运到 机缘多 不但工作运势好 还有发横财的大机遇 总之 只要努力抓住好时机 就有望丰收连连 正财横财一起发 同时在感情上 桃花旺盛 将会遇见适合自己的真爱 两人情投意合 开始甜蜜的感情生活 生肖鸡去年是属鸡人的本命年 因此在去年 他们劫难重重困难 一个接一个到来 让他们也是经历了不少难题 不过生肖鸡恭喜你们 12月份一道大节已过 成功降临 财运亨通 升值加薪 未来一定能够清云直上 运势节节攀升 赚钱机会一个接一个 富得流油 大富大贵 并且还有旺盛的桃花运磅 日后能够找到自己知心爱人 从此成双成对 人气在2023年底会有提升 生肖鸡的行动力和想法都会增加 事业上可以多留心一些新的机会 新客户 新的想法和项目 有机会营造一个不错的开始 财务上破财几率比较大 属于主动性破财 可能自己无限想要买买买 存钱可能性降低 更多花销在一些外形装扮上 但是也蛮适合去改变造型的 感情方面有机会被追求或者遇到心动的人 也是一个告白的好时机 不过有伴侣的要小心一些现实压力哦 生肖鸡的人往往在天资上表现得很聪慧 他们勤劳而又勇敢 做事有始有终 从不半途而废 12月中旬 喜鹊之头叫 财运亨通 升值加薪 财富千百万 而且福气降临 万事如意 财运亨通 赢财神皆横财 钞票堆积如山 好运势一波接着一波 横财不断